台積電總裁魏哲嘉展望新的一年半導體產業似乎不樂觀 去年獲利首度突破一兆大關 每股成億三十九點二元 一年賺四個股本 全年毛利率直逼百分之六十 但二零二三年需求疲弱 預估第一季營收季減一成以上 半導體拼第二季谷底反轉 台積電海外布局腳步也沒停 日本不排除興建第二座廠 歐洲也評估建廠可能性 至於臺灣二奈米落腳逐科中科 預計二零二五年量產 三奈米力拼今年產能滿載 在智慧手機需求衰退下 光學鏡頭大廠大力光也難熬 去年合併營收四百七十六億 EPS一百六十九點四七元 都由於前年表現 但展望二零二三卻很悲觀 一月會比十二月差 那二月會比一月差 目前沒有看到樂觀的廠商 需求惡化 庫存去化也沒好轉 客戶選擇沿用舊規產品 讓曾經的古王大力光 新年備受挑戰 近新聞 徐上翁啟斌 採訪報導 立刻上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